大家好 我是Jason 看到過去這個星期 港股的點數上好實際上是悶一點 上面是26,600附近 和上星期說這些位置的阻力是進一步明顯 但其實市場又不能下跌 近來就算下跌也接近26,300、262附近 所以市場的點數維持著這些位置做整股 但個別的股份也有各自精彩 尤其是今個星期也有家電下鄉 或者汽車下鄉這些消息 所以對一些之前炒內循環的雙方股份 也再次延點起大家的投資慾望 另外就是航運類的股份 航運、碼頭等類型的股份 大家都在炒復甦的概念 最重要是除了輝瑞外 美國也有另一間藥廠 也有對疫苗上的喜訊 現階段如果內地方面的市況 其實也要等待內地方面疫苗有更好的消息 我想市場方面 尤其是內地股市才會有大的起動 現階段一些叫中資金融類的股份 其實經過之前一輪的飆升之後 現在一刻開始整股 而一些叫科技類股份 其實之前尤其是大型的科技 在政策的陰霾下 其實個別也在做整股 若要看長遠 內地方面也不會禁止大型科技 只是希望大家 配合得到一些政策 壟斷性 可以令到市場方面 有更加平衡的發展 但這一點 要讓市場方面 有一個消化負面情緒的情況 而看下星期市 我會維持 點數在接近2600-2600 阻力會再次明顯 而下面 2600附近 要有機會先試 第一個支持 但重要的支持位 我覺得維持2010天 接近2500 所以我始終 特朗普 還未願意離開美國總統 這個位置的情況下 消息層面都會在他離任 或者有個叫翻盤的時間 消息層面都會陸續 中美關係來得惡化 所以 戒心其實都會繼續有 但維持 若是比較安全 繼續炒內循環 或者內需類的股份 其實都可以有資金 明顯追捧 而科技類股份 我覺得都不妨 若有個比較深的調整 開始慢慢掃貨 因為很難就是一注讀的 可以在這些位置 如果大家心理上 還未說回復強勁的意欲 情況下 開始大型科技股慢慢掃貨 等待政策面鬆了之後 到時候才開始慢慢再加注 Daniel VCheer after 刺 吳 4 isk